为帮助遭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 美国已经提供近54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随着战事持续 美国与盟国拟追加援助资金 不过新一批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发展署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以准备送往乌克兰 将确保提供食品、安全的饮用水、药品和避难所 我的职业是一个社会人 所以你所看到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在短期的担心 就是确保我们能够育成一群人 不育成一群人 保持保持安全的 据了解 加上这批援助 美国自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总额已接近4.05亿美元 除了物资之外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也表示 美国资金还将帮助人道主义组织 同在冲突中离散的家庭成员保持联系 希望能在一些情况下促成家人团圆 如常 美国政府是第一个 很棒地表达一个国家 非常敬善 但最重要的是 这些都可以停止了 如果布团会直接脱离 然后停止攻击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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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